好 東北亞的情勢再度的又緊張了 因為北韓再度導彈 這個彈是飛彈的彈 因為呢又連續的發射這飛彈 11月2號的時候是分四輪 射了25枚的飛彈 一枚甚至是飛越了海上的邊界 入到了南韓的領海附近 那這個可以被形容說 這過去沒有這樣的情況 10月3號的時候呢 是朝東海射出了三枚的飛彈 一枚是長城彈道飛彈 兩枚則是斷成的彈道飛彈 那當然了這已經是南韓總統尹錫悅 他上任以來 北韓第19度的試射飛彈了 那他就痛批啊 他說這個簡直就是侵犯領土 嚴重的挑釁行為 北韓得要為此來付出代價 那麼在日本的部分呢 也發布了國家級的警報 包含宮城山形以及新洩地區呢 都是有相關的這個警報也作響了 日本的手下岸田文雄呢 就甚至呢有說這原本有一枚 疑似是洲際彈道飛彈 不過一度誤判是飛過了日本上空 隨後才更正回來